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作于1925年的《山水十二》条屏 每一条屏上都有齐白石的提诗 落款跟用印 可谓诗书画印 四绝俱全 这套作品被齐白石弟子郭秀仪收藏近半个世纪 直到1989年被台湾古董商以100万美金买下 当时仲介商王台庆还是艺人王大陆的老爸 而会场上除了齐白石拍出天价外 张大千的两幅画作也都标破译 一一千五百万 最后一次 张大千的僵提婉警 拍出人民币1.32亿 约台币6亿元 另一幅水月观音1.01亿人民币 约台币4.55亿元 另外宋代书法家赵孟甫 手抄波罗波罗咪多心经 也拍出1.9亿 约台币8.6亿 历史上来讲 赵孟甫是给很多人写过的 只是700年流传下来的 可能只有这两件了 北京连续两天的拍卖 接连拍出天价 也看得出中国经济崛起后 不少富豪开始涉足拍卖市场 买艺术品兼投资 赵孟甫好 中国报道